大家好,我是梁繼章 大家好,粗口仔 粗口仔,我想問你一個商業秘密 商業秘密?我以為你不能說 不能說,這個商業秘密有句俗語 俗語,是否即是粗口 俗語也不同粗口 這句說話是這麼說的,是說 識人好過識字,你聽過甚麼? 聽過,這麼簡單的樣子 識人好過識字,即是說 有人際關係就好過讀很多書 我想問你,你覺得對不對嗎? 當然不對 不對?不是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裙拉褲褲拉褲的 跟了人進去一些大公司 根本沒有面試過 這樣還不是識人好過識字? 一點點,粗口仔 你認識李嘉誠嗎? 李嘉誠,每個人都認識的 香港人 是嗎?那你認識他,叫我幫過你 他有沒有幫過我? 你如果這樣幫手,你以為他幫不幫? 我想他多數不會幫我 對啦,你認識人有鬼用 要別人認識你才更多傻 世界上有些話說就是這樣說 識人好過識字 但是你認識人,別人認識你算 所以除了他們的好行友 如果不是,你認識他 有一條,唉唷,不講得粗口 有一條,唉唷,怎麼搞呢? 有鬼用啊! 哎唷! 最初就是識字好多 識字好多 識字好多 幾時都可以幫得來 小行友,讀書啊 讀多些書啊 識人,不要用用的 他最後真的說粗口 對不起,小行友,識人有用 德國,讀書更加有用 好啦,不講啦 現在不是有講粗口的 是現在呢 大大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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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會想說粗口